提到混动技术 很多人会想到丰田和本田 但实际上作为美系车的福特 在混动技术方面其实并不弱 今年2月份福特也发布了全新的混动技术 被很多人称为性能最炸烈的混动系统 很多人觉得福特的混动技术来源于丰田 当年福特启动研发工作时有两条技术路线 一个是全盘购买丰田的技术 另一个是引入项目启动时所必须的专利 后续的研发主要还是靠自己 最后福特选择了后者 2004年福特和丰田签订了一份协议 引入了丰田约20项混动专利 让福特混动系统的研发工作绕开了不必要的麻烦 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让项目顺利启动 2004年福特第一款混动版一壶正式发布 从时间上来看 福特在与丰田签订协议之前 这套系统其实早已研发完成 由于坚持自己开发 福特在混动技术方面的专利也突破了上百个 最终摆脱了丰田的技术限制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混动之路 从混动架构上来看 全新一代的福特混动和丰田的混动架构非常相似 都是采用了动力分流的技术路线 核心机构都是混动专用的ECVT变速箱 和一套行星齿轮机构 既可以通过将发动机输出功率进行分流 带动发电机为电池充电 又可以将发动机和电动机的功率进行合并 实现更加高效的动力输出 结合车辆行驶的实际工况 自动匹配最佳的驱动模式 让车辆始终保持在最高效的工作区间 这是丰田混动技术的核心 同样也是福特混动的技术路线 虽然从混动架构上差不多 但是福特作为一家美系车 对于动力的追求显然要比丰田更加有欲望 纵观目前市面上的混动系统 不管是单电机并联 双电机混联 还是动力分流的技术路线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短板 那就是为了燃油经济性 牺牲了车辆的动力性能 传统内燃机方面 都是采用小排量增压发动机 或者是中低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在低速工况下 由于电动机的介入 可以弥补小排量机型的加速性能 但是到了高速工况区间 由于动力容量上限不足 就会开始出现小马拉大车的尴尬现象 而福特似乎并不愿意 让自己家的混动系统 也存在这样的短板 所以福特就推出了 大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 加动力分流的解决方案 根据福特官方公布的技术指标 匹配这套混动系统的 是福特第五代 2.0T双涡流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它采用了混合喷射 350把超高压喷油嘴 废弃循环系统等尖端技术 发动机最大功率202千瓦 最大扭矩405牛米 加上最大功率140千瓦 峰值扭矩320牛米的电机 让福特的这套系统 成为目前业内动力性能 最强的混动系统 让福特锐接L这台 超过5米长的大气座SUV 百公里加速仅需7.1秒 百公里油耗仅需6.31升 最大续航里程超过1000公里 并且这套系统 继承了福特不挑食的特点 只需加注92号汽油 另外福特混动系统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四驱系统 丰田的混动四驱系统 是由内燃机驱动前轮 电动机负责驱动后轮 前后桥并没有传动轴 本质上还是一台前驱车型 而福特的混动四驱 却是带有机械传动轴的真四驱 在四驱性能方面 要比单纯的电机驱动强上很多 高续航 低能耗 动力强劲 技术成熟 这就是福特混动系统 给人的直观感受 虽然福特这套混动系统 推出的时间貌似有些晚 但是混动市场依然还处于增长爆发的阶段 在福特电码销量频频的情况下 即使推出混动系统 或许才是福特最好的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